今天发现一家卖活螃蟹的海鲜店 我立马就过来了 毕竟生烟到现在还没腌过活的呢 但是刚才老板说今天龙虾特家 你说谁能经得住这诱惑 不过龙虾出水的一瞬间 我觉得这事草率了 也不怕你们笑话 这家伙看着有点凶 我可能不太敢弄他 我把家里最后的手套戴上 也没觉得有安全 吓死我了 这玩意还会叫呢 经过刚才这一哆嗦 我觉得以我的胆量让我现在分解他 肯定是不现实 还是用潮汕生烟的方法 先腌他六个小时再说 生烟的场所被我定在这儿了 因为家里最大的锅也装不下他 先倒点冰块 再把配菜和调料倒进去 料汁调好了 现在就给大哥请进了 就这待遇 在温泉里那都属于司堂 看大哥泡得多舒服 有话咱好好说呗 你这是干啥呀 唉你们非让我腌活的 说死螃蟹容易窜 窜窜呗 那才擦多大地儿啊 这擦到啥时候去了 行了龙虾先腌着吧 我赶紧收拾烂摊子去